我們今天開箱的是模型車的老闆 雙手、雙腳都是超可動的耶 哇連下面都有做出來耶 太擬真了吧 哈囉歡迎收看今天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那以往Air都是開箱模型車嘛 那今天要來的不一樣的 今天要開箱的是模型車品牌的老闆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是模型車的老闆 哇雙手、雙腳都是超可動的耶 哇連下面都有做出來耶 太擬真了吧 嘿大家好我是Mini GT的Clan 那很謝謝這次有機會透過Air的影片 跟大家來回答一些問題跟討論 我們那時候談的差不多快有兩年的時間 就是說香港啊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地區有在反應說 1比64 目前市場上有機會 然後問我們要不要做 那那時候反覆討論過很多次 就是說 只是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已經做過四十三啊 一八分之一、十二分之一 甚至一八分之一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找不到一個理由說 只是在多做一個比例 可是找不到那個動力 就是說我相信做模型 一個模型設計出來是想把你一些理念呈現在這裡面 那不同比例的時候有不同的好處跟功法可以做到 然後到後來 就差不多是三年前的就是一個暑假 然後那時候我剛生老二的兒子 然後就帶他去玩之後就 我買了一些HOWAYO跟一些其他的1比64給他玩 然後在這個過程就是度假的過程中 我發現說1比64的大小在平時 就算是我自己寫個E-mail把玩在手上 或者是觸碰它什麼有一種特殊的手感 以後才想到一個核心的理念概念來驅動做這個1比64 所以那個度假一晚8月底我還記得好清楚 那一回來就馬上打電話給香港 說OK好我們要做1比64 然後他們大家去問都嚇一跳 回到你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後來就是覺得說 一個1比64的車 除了當然TSM等身 我們需要做的細緻度 盡量能把真正的Scale Down模擬它 你真的那個細緻度盡量做到以外 可是43跟18做不到一些 就是說包括你可以把玩它 它可以承受住 這樣你還是可以享受這個車子 像我臨機可能比較大一點 我小時候是只有海豹 白色的Ferrari Tessalosa 跟紅色的Brigini Countach 是2D的 然後現在小孩子很幸福 可以有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3D的呈現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雖然小 可是不代表它粗糙 只要做到小精緻 而且還可以賣完 想把這個做成合一一個概念 這事實上就是 Mini GT到現在還是很堅持的 一個理念的範圍 甚至我們有一些客人也是說 為什麼不做整次盒 你做然後這樣子可以賣高一點的價錢 或什麼 我說你跟1比43比1的模型一樣 你做一個那樣透明的盒子 基本上你就是在跟收藏家講說 不要碰我 我會脆弱 不要打開 我會壞 那我們希望大家拿出這個車 然後都會欣賞它 然後可以很快樂的觸碰它 然後跟它有互動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 所以我們很堅持的說 我們不做任何那種 而是把它封在裡面 看起來雖然是高級 可是要賣更高級的模型 更大的比例 這完全不是Mini GT的核心引領 包裝的部分 對我們來講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是全球性的商品 所以每一個國家 這麼講 不只是市場喜歡的東西不同 不然的話我們就跟他不一樣 一個吊卡賣全世界就好了嘛 我們盡量在中間找到一個平衡 那這麼小的盒子 假設你除了不用吊卡以外 你要做一個窗戶 市場窗戶是不大的 因為你要維持它的一定的結構性 除非你要把整個車用吊卡 那可是亞洲市場覺得吊卡很上位置 增加運費 而且擺放不好的環化 所以也真的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 那我認為來講 我自己在設計Mini GT 我希望每一毛錢盡量用在車上 而不是無味其他的部分 我盡量每一毛錢能用在車子上 盡量用在車上 這也是我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說要再貴的模型 我們有那種一萬美金一台的A.8 我們都有 可是這個車我想要的價位 性價比然後可玩性 我想要盡量的去控制 才有這個Mini GT的意義存在 所以這一點就是 我們也是盡量做這樣子 那目前就像你講的 大概解決這問題的方法 就是接受美國吊卡的那種方式 可是沒有辦法兩全其名 這個在早期是預留 就是也是參考意見 就是有預留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也是沒有封死它 希望說大家有給大家一些空間去改 那在第一年的時候 也提過很多種方案 包括做改裝的輪圈啊 後來我們內部決定 事實上也可以這麼說啦 我們參考的蘋果 就是說你看蘋果手機 它自己做了一些可以外 大部分它的配件是交給外面的人 有想法有創意去做 它專心把它的手機做好 我們後來內部討論過後 覺得說我們有限的資源內 第一個該做好的是車 其他的東西等夠足夠資源再來做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說 啊保留這個改裝性 那以後有其他的品牌 想要出改裝配件或什麼 我們都很樂意跟他們合作 可是我們本身的資源 跟精神應該是先專注在 把車做到好 所以為什麼我相信有一些 就是長期追蹤我們的收藏家 會注意到我們早期有展示過一些概念 包括啊工具組啊 或者一些那因為 後來我們把它暫停就是這個運用 覺得說回到最基本先把車做好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 我們就很專心的 一直出各式各樣的車 到一個程度我們覺得穩定後 再來開始慢慢的做配件 可是我們也認為說 我們不會有全部的good idea 所以我覺得說有一些 我們也是有透過一些 經銷商傳達的訊息 就是說外面有其他的合作夥伴 有想法有什麼想跟我們配合 我們都很歡迎聽 然後我們覺得是可以留一些機會 給更有想法 去做一些更適合的產品 也不錯 因為我們不可能有全部的改變 所以這方面是目前暫時 是以這個角度去處理它 人樓方面是絕對會有 我們已經做過一些人 那我們還會繼續做 還有就是前一陣子 有公佈Vespa的系列 摩托車系列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們朝這個方向在進行 場景的部分 我們內部還在做研究 我們做過幾個試作品 就是說你做一個場景出來不難 怎麼樣把它量產化 還有就是說我們要考慮的東西很多 因為量產的產品 我們就要考慮說 哇這個東西很漂亮 可是多大是適合大家家裡 就是很多很細的問題 我們要去考慮到說 那我做出來 問題大家拍拍手做很棒 可是家裡沒地方擺 還是太小了說 我花這個錢只能擺兩台車 好像也有點 那什麼是適合 我們今天來講 要反復做很多不同的Pro-Type 然後去試驗 去什麼 所以還是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就不管是尺寸還有工坊 就是工坊方面 我們一方面要突破 就是說有沒有辦法找到量產 可以做的程度是大概讓我們可以接受 還有一個合理的價錢 另外是一些產品季節 包括多大 多高 各式各樣的事情 組合起來才能完成一個成熟的產品 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有在研究 可是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未來就是會推出的意思 我是希望可以 因為 其中一個 我個人 不管是Mini GT 甚至其他TSM的模型 我希望大家 買了這個模型回去的時候 有當初在店裡 跟櫥窗裡看到的那種驚喜快樂感 我不想要大家買了回家以後說 我怎麼會做這麼蠢的事情 花了這個錢 我不希望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 任何可以把這一個 快樂的感覺 延伸 回到家的時候 你還有保有 那時候的那個感覺的東西 都是很重要的一樣的產品 那所以我們是從這個角度 在研發這些事情的